发生时间大约是在早上7点20多 当时的南千线天还没亮 伴随着火光还有巨大的声响和震感 玉树市、称多县、格尔木市、唐古拉山镇等地居民 也观测到了这道火光 据目击者说 火光中心一个燃烧的火球从天空坠落 青海地震台网监测到了坠落产生的波形 并初步测定了坠落地点 波形和天然地震 本地区的天然地震有明显的不同 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台站分布和一个镇中位置的一个图 就只能说呢 它和这个饮食坠落的这个时间段是稳固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做实地的调查 因为对这个定位的话 它会有工艺级的不长 再一个呢 这一片是属于高海 高海拔地带 算是属于无人区吧 如果说是去那个地方呢 用我们的这个定位的这个结果 去找这个饮食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谢谢收看核导电视